什么是人类乳涂病毒 HPV是一种会导致细胞癌化的病毒 通常借由接触与性行为传染 依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不分性别医生感染几率高达80% 台大医院小儿感染科医师李彬英表示 预防HPV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 在青少年阶段接种可达最佳的保护效果 对于HPV疫苗预防子宫颈癌这件事 我们大概有三个重要的主题要厘清 第一个就是HPV不只是引起子宫颈癌 它还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疾病 那我们知道说生殖器有 我们俗称菜花它就是HPV疫苗所引起来的 然后那个HPV疫苗不只是 那个HPV不只是跟子宫颈癌有关 它跟我们生殖那个泌尿系统的癌症有关系 而且就知道说跟头颈部癌症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不只男生女生都会得到的癌症 那第二个是很多人以为说HPV疫苗 那个我们只要它是性行为传染 我们只要节省之外就不会得到HPV 这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我们一般的性的一个调查 不管男女她在她的生殖器里面 都有一部分的比例会得到HPV感染的迹象 而且在口水里面也有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的行医过程 我当小额科医师 我曾经看过两个新生儿 他在屁股展菜花 然后我们的医师就怀疑说会不会被性虐待 但是那么小的小baby怎么会被性虐待呢 那其实讲起来HPV它是会 它不会穿透皮肤感染 它一定是黏膜感染 或者是你破损了皮肤感染 那我们的小baby呢 常常包尿布 他会有尿布疹 那边皮肤会脱皮 然后那个家长在照顾他 他换尿布的时候 说不定口水就脏到了 其实我们台湾的调查 十几%的男生 5-10%的女生 口水里面是有HPV的 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陈正成表示 男性被感染HPV几率比女性高 鼓励男女性都需采取预防HPV感染措施 子宫颈癌其实之前 因为在子宫颈癌筛检跟HPV疫苗的 已经都试打在女性很久的缘故 所以子宫颈癌的罹患病数 事实上是维持水平 或甚至是下降的 但是相对来讲 事实上男性是受到忽略的一群 所以尤其是跟 特别是跟病毒有关阳性的口炎癌 我们知道这个口炎癌 主要是 特別是指在扁桃腺 因为扁桃腺 事实上它因为大体 解剖的构造的关系 尤其是特别是乳毒病毒 特别容易在那边长期慢性的感染 所以容易导致HPV导致在那边的癌化 未便利学生就学期间在校接种 台北市将全面于93所校园 涉赞提供接种服务 接种前需经家长与学生签署同意书后 经由医师进行健康评估及协助疫苗接种 若因故无法在校接种者 可至台北市115家特约医疗院所 进行补接种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